根据乘法结合率 改写算式 括号12乘以3 括号乘以10 并计算出每个算式的结果 算式括号12乘以3 括号乘以10 算式中有小括号 需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 也就是需要先计算 12乘以3再乘以10 12乘以3等于36 再乘以10 任何数乘以10 只需要在原数字的末尾 添一个0 所以等于360 目前只是计算出了算式的答案 我们还需要用乘法结合率 把算式写成另一个算式 三个数相乘 先把前两个数相乘 再和另外一个数相乘 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乘 再和另一个数相乘 积不变 叫做乘法结合率 我们可以把算式改写成为 12乘以3 乘以10 不加小括号 就按照 就按照从左到右 依次相乘 结果也同样会是360 然后我们还可以改写的方向 就是把算式改写成 先计算 3乘以10 再乘以10 等于30 再乘以12 等于360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算式 重新写成 3乘以10 乘以12 新计算的结果和原算式 括号12乘以3 括号乘以10的结果 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新算式的结果 需要先计算3乘以10 等于30 再乘以12 不论先算12乘以3 或者先算3乘以10 新旧三个算式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都等于360 这也验证了乘法结合率 是正确的 再乘以10